这双方呢太太是同修老公呢不是同修 但是老公通过太太呢认识了很多心灵法门的同修 然后开始和别的同修做生意 请问师父这个算是通过佛友做生意算是借国敛财吗 这个不是做生意没有看的呀 合理合法的生意对不对呀 不要说说搞这种搞这种什么传销啊搞来搞去 那你是拉人头你只要不是拉人头的都没关系啊 社会上有一种生意真的是一分钱都不花的 就是他们白赚的生意 哎呀什么你只要进入他们这个旅行网站了 可以多少便宜了什么什么 那这种真的是加入会费每个月要交一百块多少美金什么什么 你这个不就纯粹就赚钱了吗 你拉一个人头你自己钱就上去 你比方说你今天是卖帽子的 你卖鞋子的 你哪怕卖衣服的 你跟人家做生意你都不代表你有敛财情况啊 你有出处的你给人家东西回报的你那个呢 纯粹是纯粹是骗人的 明白了吗 明白感谢不 我给人家做生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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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